歡迎回到吳董談大選 各位觀眾 這個兩強交鋒 果然非常精彩 我們現在不要浪費時間 趕快請董事長進入下一輪的對談 所以我下一輪的問題非常簡單 就兩岸問題我們剛剛談過的 我認為就是說 在2020的520以後的兩岸關係 是對兩岸領導人來講的話 都是新的挑戰 而且挑戰是大於紀律的 我認為的 那蔡委員剛剛的講法認為說 這個東西會再繼續在屬於一種盤局的狀態 而且北京的這個自治能力 看起來似乎是滿強的 沒有錯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很有把握 那這個就傳來一個 比較正面的一個消息 我想最高 聽到這個消息最高興的 應該是蔡英文 因為他們判斷是蔡英文 有相當程度的自治能力 這個不錯 所以其實亡國感 並沒有像民進黨講的那麼嚴重 民進黨沒有講亡國感很嚴重 民進黨只不過告訴你說 我們要維護台灣的主權獨立嘛 應該這樣講 如果今天民進黨提名的是賴清德的話 那很危險 那風險係數就會很高 因為賴清德在這個國際這個經濟 政治環境的一個判斷力 跟他意識形態的一個判斷力是有落差的 所以國家領導人有時候要比較務實 也比較稍微投機一點 因為國家利益是最大的利益 你個人的意識形態可能要暫時擺在一邊 那賴清德過去的表現 他不斷地強調他是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雖然後來有做了很多的修正說 他跟民進黨的一些什麼黨綱啊 什麼傑議文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可是人家就覺得說你只是在巧遍而已 北京的解讀是這樣的解讀 但蔡英文他就嘴巴就卡得很緊 他雖然經常會說錯話 但是都是無關緊要的說話 這個兩岸問題他是小心翼翼在處理 所以他即使在指責中共 你就看到有時候他講到嘴巴裡面 會吞回去 很明顯的 他完全在採取一個姿勢 這個訊息北京看得懂 怎麼看不懂呢 這個我 那北京有高的龍忍路 我剛才講過了 是因為現在這個問題 對他們講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只要你台灣的領導人 像蔡英文有自治能力的話 那他們基本上會把它放在冰箱裡面 因為你拉回來看到前兩天 10月1號北京的大閱兵 北京大閱兵你看到 他那整個所展現出來的一種 我看到有一些國外的學者稱呼叫做 法西斯美學 就是一個專制獨台 然後看到的一個團結 然後一個整個安全至上 然後他的武力的展示的那種 所謂的那種燦爛的火花的效果 然後威嚇的震懾性的效果 那這種東西來講的話 他一定有一個他的政治的訊息的傳遞 那傳遞的對象當然 第一個有人認為是針對台灣 也有人認為說 這個有台灣背後的美國 當然可是我們現在談到的 連經濟制裁都還談不上的話 我想他武力的這個充足的可能性 現在目前根本還 還不上議程了 還不上議程 我確定還不上議程 應該這麼講 就是說他這一次的武力 雖然叫法西斯美學 那是美國人立場的一種政治批評 因為美國人大概也都忘記了 他們的閱兵 規模最大的根本不是在華盛頓 那當然他是伊拉克 在東東 對那個才是真正的閱兵 規模有多大 所以美國人 這個是一種所謂的 立場不同的批評 那這一次閱兵 展示很明顯的根本不是針對台灣 他的重點是針對美國 是是是 秀肌肉給美國看 雖然我是老二 我這個老二成績差你很遠 但我也沒有那麼差 他主要是在表現這個 這個對 完全是秀給美國看的 那第一點 很多人就把它解讀太多了 但是你可以看一看 他正式在天安門上講話 那台灣問題根本沒有什麼 一國兩制寒暗糊糊 習近平就是 國平統一一國兩制 就一筆代過嘛對不對 一筆代過根本也不當一回事 那那個場合你也不能叫他不交代嘛 這是個事實嘛 沒有特別沒有什麼特別 他只有在什麼 前一天的招待會 講了一個說一個中國原則 然後九二共識等等等等 希望海內外同胞 也沒什麼特別要著重的地方嘛 導致他講了很多話 事實上都講也美國人聽的 你注意到就是 我中國已經崛起了 我已經不是那個以前 被你們那些白人騎在頭上 亂打一通的那個國家啦 所以基本他在表達這個 所以他可以把他這個軍隊訓練 那我有幾個西點軍校畢業的 研究所同學 我跟他聊聊天 他就說看法跟我一致 以他們的經驗來講 就是說一個軍隊 在70年前還小米加步槍 70年後的這個規模 這個速度 他們認為是人類史上空前的 然後以美國來講 美國在19世紀打南北戰爭 那個也是美國的統獨戰爭 美國那個時候已經是 全世界最先進的武器就用上了 當然現在看好像不夠先進 不過當年已經死了 世界最先進的武器就上了 所以才會死那麼多人 那時候有潛艇喔 真的那時候有潛艇 所以那個年代的 美國從那時候走了一兩百年 你知道嗎 已經長達一兩百年 這種軍隊的建軍史 這樣一步不斷的打仗 不斷的弄啊等等的 才能夠有今天的美軍的規模 但是中國大陸小米加步槍 能夠這樣已經不容易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他們覺得說 美軍如果跟中國的解放軍 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對壘 包括南海 美軍都會贏 我有一個地方美軍會輸 台灣海峽 因為這中國的建軍的模式 他沒有遠程投射能力 但是在這150公里內 對他們不是問題 對美軍法則是問題 所以他們覺得說 從這個角度來講 美軍再多的航空母艦都不管用 這是最大的問題 那南海不一樣啊 南海離你中國大陸 我幾千公里 你也派不上用船 我也派不上用船 可是我的航空母艦比你好啊 所以任何個地方他都佔優勢 就是兩個街廊地帶 一個就是為什麼 金小胖子今天會那麼蠻嫩 後面做個大哥 就是陸地街廊很近的海域 中國大陸佔盡了戰爭上的優勢 不過我個人剛剛提到就是說 如果他連經濟戰爭的 發動的顧慮都還很深的化 對台灣的問題 他認為是政治考慮 遠高於軍事考慮 是是是 他不會去用軍事考慮台灣 因為台灣對他來講 不是一個有威脅的敵人 前提是這樣子的 台灣你說真的要跟他為敵 不要說民情也好 你說多幾個 只是說我不想跟你在一起的人多啦 說我要跟你為敵人 可是很少喔 這個跟那個什麼 伊拉克克威特那種情形 完全不一樣喔 所以台灣的成為 他一個敵對的力量的機會不大 即使跟美國人靠在一起 那如果說萬一美國人 真的跟中國大陸 就在什麼 就在朝鮮半島在幹一場 有多少台灣人會當志願軍 去幫美國人打仗的 我都不相信了 對 所以台灣成為一個真正 對中國大陸有敵意的 一個政權的機率不高 但是什麼 廢一廢啊 忘一忘 這難免的啦 大家有很多政治利益 有幾個大概確定了啦 就中國大陸從1949年 開始對台的所謂的要統一的這個 這調子是對 他到底不會改變 不會改變 那我們從這次的國慶 跟他最近的香港的處理事件 我們有 就大陸的十一國慶 所表現出來的這種所謂的要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 所堅填的目標 剛開始有很多的國際上的朋友 都跟我說 他認為 那個什麼武警很快就會介入香港 那個不會啦 我跟他一開始我跟他咬 絕對不會 那個局面太小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但是我都認為就是說 從 我現在想講 除非一個條件 他的目的 你如果把林鄭給幹掉 那就不一樣了 不會啦 不會啦 那問題是香港的局面 沒有到那可以把林鄭幹掉的局面嘛 香港是另外一個burden 他的煩惱的事情 但我認為我現在想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中共這個政權對台灣要有主張統一 還有不排除武力統一 這是他目前他所宣稱的主張嘛 武力統一有武力統一的紅線 這個紅線不只是台灣不可以跨越 是連中國大陸他自己的遏制 他自己的內部不准跨越 對內也產生了限制 所以我們台灣很多人以為解讀說 這紅線是不讓我限制我的限制錯 就是反分略國家法 其實有很大量的限制他內部的行為 對 也在約束他內部 因為你知道 你知道說廟小邀風大 廟大的話那個暴風可更大 所以他裡面的派系東西 他也是用這條紅線 來約束他們不可以亂動 但我們必須面對這個問題 我想跟委員分享就是說 最近從他的這個閱兵到香港 整個來講的話 有一個很明確的事情 就是說確實我們無法想像 台灣人會接受北京的這種的生活態度 生活方式 這個已經目前的差距太大太大太大了 所以我們可以跟他交朋友跟他做生意 但如果說接受他的統治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這個人無法想像 應該這樣 這個基本上北京也不是 在鄧小平時代就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是他們當年想出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因 對台灣 對 不是對香港 就是你的生活跟我生活不一樣 可是我們又卡到了一個國際法問題跟歷史問題 就是台灣人現在不接受 可是現實文件在那邊啊 二次大戰打完以後 中國唯一拿到的好處 就台灣澎湖還給我 其他沒有啦 連個賠償都沒有 我死了五千萬人 那是蔣介石放棄 放棄 不是不是 不是說蔣介石放棄 當時有點複雜啦 有點複雜 就是說我唯一拿到的就這個東西 那你說叫我任何一個自稱繼承 中國偉大的傳統的一個共產黨的一個領導人 那我共產黨不要混了嘛 因為民主主義在中國永遠比共產主義來得強 這無法去迴避的問題 蔣介石當時就是莫名其妙去 去抵觸了民主主義才垮下來的 所以中國的民主主義是一個保護傘 也是對任何政權來講是很大的壓力啊 所以對他來講 這個民主主義防線是不能動的 我當時台灣還派了將近20萬的人 去打東南亞 也有去打打中國大陸 他沒有跟你算賬喔 反正自己中國我就不跟你算賬 如果你跟我不通國的人 那我先起老丈來講 外省人那時候不在裡面了 李登輝的哥哥 李登輝的哥哥都在裡面了 他怎麼可能不跟你算賬 因為民主主義的壓力 對中國領導人是要小心去處理的事情 所以有關你二戰戰後秩序的一個安排 中國只拿回什麼 這兩個 你說有人敢說 開口說要我民主化了我放了 像有人問過我說 中國民主化了台灣就可以獨立 我都說了 不會完全兩回事 我說中國只要民主化的話 台灣馬上面臨戰爭的風險 我舉個例子 假設我今天到中國去競選總統 我第一個政見是什麼 武力討回台灣 你說我會不會得到選票 我保證壓倒性勝選 派兵一年跟你打一次就好 我也不要跟你打大仗 秋天來了我們打一次 打完了說兵 你台灣經濟只要打個五年就垮了 台灣不要打仗了 只要經濟封鎖就垮了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就每一年為什麼 我們這時候有傳統 你在古代河南人跟原住民打仗 原住民跟原住民打仗 那個平埔族 高山族打仗 他們通常就說 我稻谷收好了以後 我們再準備打仗 就是秋天打仗 這種戰法是很適合打內戰 跟那個美國去打伊拉克 那種國對國打法不一樣 因為在中國人的認知裡面 他覺得台灣是同一國的 同一國的戰略就不一樣 基本上以騷擾戰為主 那騷擾戰為主 就看誰撐了酒吧 這個定義就比較清楚了 我們未來的兩岸問題 確實是會面臨到 因為我們的鄰居太接近了 我們的經濟關係太密切了 而我們兩邊在意識形態的差距太大太大了 所以兩邊持久的 一直要面臨到這個所謂的騷擾 而影響到我們台灣的生存的可能性 那當局者或是未來的總統當選人 首先第一個就要解決這個問題 台灣才能夠繼續生存下去 我這有同意 這個是真的非常精彩的對話 我想各位觀眾 如果有時間的話 應該要再把 以上的兩段對話 再重複的觀看 可以對台灣 中國還有美國的政治關係 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了解 好 我們這一集 我們這個對話先到這邊 等一下我們要進入我們的QA 原來你第一次來 我們QA都直接從聊天室Cue出來 很刺激很刺激 好 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